因为是血部还有一些水沟还有障碍物 50公尺不到的走道 对长者来说确实危机四伏 以前有跌倒过老人 有时候摔伤的都有 所以说我们就确定要把它修缮 南西部落使用废弃的国小校舍 作为社区活动据点 但是918地震后成了围楼 他们迁移到另一栋校舍 但各处的屋顶严重漏水 厕所入口狭小 景出都有问题 里面的设计是有一个高层的 小朋友以前很方便 现在老人行动不便 第一个就想到瓷季 全世界我们都看到瓷季的一个 对这个偏远的地区的照顾 当然是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瓷季 街道请求志工团队南北集结 来到这个位于东海岸山区的偏远部落 克服交通和物资的困难进行大改造 有时候我们想说他们这是好的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 结果一拆开里面都已经坏掉了 包括服务手包括一些材料都要从台北送过来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老旧校舍展现全新的样貌 很好了 我们都没有办法了 以前这个没有很危险 特别在厕所方面付出很大的一个改变 现在使用的一个安全性 还有那个一个辅助性都非常高 整个无障碍的空间 要有更多更多的人共同一起来 让每个人在我们部落都很健康 这样好不好 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展现原住民乐田本性 充满欢乐的歌声 会在山谷里继续传唱 大海新闻张阳川 黄文旗邓明仪台东报导 而祝神持续在南西部落修屋的